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距离多远 也不能隔断我们对亲人 对家乡的思念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冰心先生的一首诗 《香愁》 我们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州上遇见了 谈上的资料穷了之后 索然的对作 无言地各起了香愁 既否十五之夜 满月的荧光射在无边的海上 琴弦徐徐地拨动了 声色的不动人的调子 天风里居然引起了无限的气哀 既否十七之夜 浓雾塞窗 冷静无聊 脚里相爱地坐着 不甘挤的悲剧之一幕 满声滴涌的时候 竟引起你心泪沾伤 你们真是小孩子 以形至此 何如做状语 我的朋友 前途只闪烁着不定的星光 后顾却忘记了飘扬的爱志 为着故乡 我们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做状语 不忍做状语 也不肯做状语了 就像冰心先生始终说的那样 我们都是小孩子 但也有最浓烈的感情和思念 为了够相流泪 又算什么呢 只要一腔赤城 只要奋力勤行 终会有收获和相见那一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的舞台剧也将在这个十月继续为大家上演 我们下期见